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维珍会客室 今天在现场的是小鱼跟小花 小鱼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小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鱼 小鱼跟我也是在台北临深南路礼拜堂时代的老朋友 不过他比我年轻很多 我们一起在福音队有很多次也有很长时间的搭配 我今天请他来是因为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职业 他是专职的一个师班的指挥 目前是西班牙马德里华人教会叫Ucera的一个堂教会 他们所请的专职师班指挥 这个在现代叫做稀有职业了 现在的教会师班指挥应该都是义务的 而且很多人想提供义务可能也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就想要借由这个稀有的专业指挥 来谈谈教会师班 特别我们今天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在欧洲的教会的情况 也谈谈师班的现在未来的一些发展 我想先请小鱼讲一下 你的信仰跟你的学习音乐背景 那最特别的就是怎么会跑到西班牙去 成为专业教导跟带领教会师班的一个专业的人呢 其实说到音乐背景 我相较于之前的一些受访者 我是真的很自残心慧 因为我的大学本科其实是念西班牙语人学系 所以严格说来我的专业音乐背景指数应该是零 那我这么一点点所谓的音乐背景 其实是在03男后礼拜堂被造就出来的 然后我的信仰历程 我是也不瞒大家说 我是为了想要加入师班才赶快跑去休息的 哇这个太特别了 是 对所以然后我在我的家里算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的母亲那时候知道我跑去信基督教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她说如果你受洗的话 就要把我煮出家门 对那我就很感谢神 现在这件事情都没有成真 我从18岁开始就加入师班 然后一直在师班侍奉 然后20岁开始就会在学生团契 做一些很简单的主日崇拜的 但是那是九九宅一次啦 大概一年会有一次或是两次的团契献师 那时候我就带团契献师 我就当指挥 大学毕业之后 有师班的哥哥姐姐们 他们就来问我说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当当指挥 我那时候很年轻 真的是出生之毒 不会虎 我就说好 那我来当指挥 从此我就走上指挥这条不归路了 到现在是真的没有后悔啦 虽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很辛苦 因为我真的我自己的指挥是 土法炼钢 真的是土法炼钢 所以你是从信主受洗就在师班 然后这么长的时间 就一直始终就在师班服饰的一个人 对不对 是的 我就很喜欢师班的服饰 这也是神给你的恩赐啊 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 我专业学了音乐 很多人专业学了音乐 也不见得愿意来服饰 或有时间来服饰 那你就这样子来服饰 那怎么会 就是会跑到西班牙去 即使说念西班牙语系 也不见得会跑到西班牙去侍奉 这个是怎么开始的 这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带领 我那时候大学 读到西班牙语言学系的时候 我想说这是什么 吉普圣坦条不拉实的系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语言 那后来等我念了之后 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爱上这个语言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去西班牙定居 或者是留学啊什么 这种想法 从来没有在我的脑袋想过 那当然就是 我自己人生历程 在某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是我想要放空自己 那我那时候就很自然而然想到 好吧 那我就去西班牙吧 因为我至少不会那个地方的语言 所以我就放空了 我自己一年 我就跑到西班牙去了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开始有机会 跟那边的华人教会做了接触 真的非常非常有趣 这一对华人教会的夫妇 他叫陈建平牧师 然后他们是 在跟我都还不认识的时候 我们也都没有对话过 他就到机场来接我 他们全家到机场来接我 他们全家是因为 他要带小朋友去上课 那刚好就一车来接我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这个牧师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情的牧师 所以这样子开始 就开始跟他们有一些的接触 然后我一开始去 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因为我是礼拜六到 礼拜天隔天主日成拜 我就去他们教会做成拜 然后听了那边的 会众强诗歌之后 我就跟神讲 我本来想说 我应该是要在这个华人教会待下去 因为这个教会的牧长这么的亲切 但是我听了敬拜之后 我就跟神说 我再也不要回到这个教会来 就会他走了 是不是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 教会的敬拜环境是这样子 就是私情谈私情的 会众上会众的 我要私情跟会众的 那个音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 然后他们被唱得非常非常开心 我想说不行 这个敬拜环境我待不下去 我就跟神想说 我再也不要来这个华人教会聚会了 是 可是那个时候是放空自己 到最后他们却聘请你 这个赴你薪水 全职薪水当这个师班指挥 那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后来因为找不到教会聚会 我觉得神真的是把我逼回这个教会 我就说好吧 我就回去吧 然后我就自己毛遂自荐 跟成见名牧师说 他当时是传道 现在是牧师 然后我就说 我在台湾 我有带教会的师班 那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来试试看 带你们教会的师班好了 那他也很 完全在一个不认识的状况之下 他就愿意把师班交给我 我觉得他心也蛮大的 对 那我就这样带了他们半年的时间 之后我就回了台湾 那在陆陆续续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 我就跟他们教会一直 保持着一个 就是有一个接触 然后到了09年 他们就问我说 那既然你这么有心 那我们又需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师班的指挥 那你是不是愿意留下来 我那时候经过祷告之后 我就留下来 那还有一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后来才知道 是后来陈静明牧师 夫妇他们跟我说 他说佩月啊 你知道吗 我们夫妻两个 在欧洲华人教会 成立20多年 我们我们一直跟神求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师班的指挥 需要一个 有人能够懂敬拜 因为我们夫妇两个都不懂敬拜 那我们知道建立教会 知道怎么牧养 可是我不晓得怎么带敬拜这一块 所以我们是跟神祷告了20多年 然后终于有一个人出现了 是 这是很美的故事 是你好像是因为你的因素 自己去欧洲 然后你毛遂自荐 也没有想过人家就愿意聘请你 做这样的工作 而这却是他们祷告了20年 我们听到的就是牧长本身 他可以承认我不懂音乐 我不懂敬拜 可是我知道他很重要 这是我们前几集 我们就一直在讲 在谈下来以后 我们就在讲 其实最重要是牧长们 自己重不重视 你不懂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请专业懂的人 来教来带领 那你半年后就跟他们说 你要待下来 请问你从那个一开始 这样惨不忍听是不是 那半年后一定是你发现 是可以教的可以带的 比如说你刚刚去的时候 你说诗情谈诗情的 这个大家各唱各的 那你这半年怎么带他们 那你怎么看到 他们的进步或你的盼望 你觉得真的是可以好好带领他们的 他们不会看五线谱吧 是不是 他们当时 一开始我们还是就是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简谱 简谱 对 是 那后来我说 我来带你们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来试试看 那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的谱都是五线谱 如果我们要一起 试风配搭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要来试试看 看五线谱 那他们也都愿意学习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 从C大调教他们 然后开始转调啊 那我们就是看怎么用手调试谱的方式 然后开始慢慢练习五线谱 我觉得是他们很愿意学习 而且有一个东西 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教师班看到的 就是他们唱诗歌的热忱 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 他们常跟我讲说 因为有时候 我们练习一半结束之后 就说 这个 可能一些比较 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他们会说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所以他们就要把它唱好 所以你今天带给我们很棒的一个见证分享 牧长愿意请专人来教 然后弟兄姐妹 也有神感动他们的心愿意来学 那你觉得你是不是也让他们在过程中 有看到就是诗歌美好的部分 他们唱得很开心 你说他们有那种热情 对不对 你跟他们讲说 好像还没有很好 他们就说 我们在唱 我们在练 这样子 所以一个愿意的心 好像很宝贵 是牧长来开始邀请专人 然后弟兄姐妹也有愿意唱的心 那你在这当中 就扮演起了那个带领他们 吸引他们 去看到诗班的唱诗的这种美好 那所以你在教他们的过程里面 你说的就是他们很乐意来唱 对不对 他们就愿意来唱 那这个情况会不会是因为欧洲的教会 都是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点 就是单纯一点点 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讲 我们在美国已经没有 就大教会还有诗班 可是小教会几乎没有什么诗班了 那诗班宪师演唱 好像也变成只是一个额外的节目这样子 那欧洲的教会 是不是相对而言都是比较保守的 那他们也比较传统一点点 是不是这样子 目前来看还是属于比较保守 如果相对于美国的华人教会的话 他们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 所以教会对于说诗班的存在 或是诗班这个侍奉是必须要有的 他们还是有这样的概念存在 所以很多的华人教会 他们基本上是都有诗班 他们是都有诗班 对 但是诗班的好跟不好 那就其次了 但是他们觉得诗班的存在是一个需要的 所以他们几乎都会有诗班的存在 是 所以你已经在那里好像做了 在欧洲在这个教会已经侍奉11年 你是不是也在别的教会也有在带诗班 那是不是因为欧洲也有一个 一些华人神学院嘛 是不是也在那里有教导 你觉得你在过去这十年来 是不是真的看到有人去教 有人去带的诗班 你刚刚说欧洲教会还是很传统的 重视诗班是一定要有的存在 然后在主日胜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他们限师给身或者带领会众唱诗 那你是不是也在不同的华人教会 也有其他华人教会请你来服事这样子 是 我现在大概整个算起来 我有带五个诗班 那都是在西班牙 对 那西班牙有一个华人的神学院 是在那个巴塞罗纳 我们叫欧华神学院 在那边我有去上一堂诗班的课 是 我也有在那里教过课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带了五个教会的诗班 对不对 都是要去那里带领他们 那你觉得这十一年来 你带这五个教会的诗班 你看见他们的进步吗 就是你从开始带他们五线谱 是不是每个教会都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从五线谱开始 然后慢慢带领他们唱 可以分布唱是不是 对吧 那你看见这些被你带过的教会 当然不是你的夸口 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带过的教会 你看到他们 你刚刚讲嘛 欧洲教会都有诗班 但好坏就不一定 那你觉得有专人去带 是不是他们的进步比较多 比较大 而也相对的会带领起 整个教会的这个音乐敬拜 会众唱诗 这个部分我给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拿一个年龄比较长的那一个诗班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这个诗班的成员 年龄层大概就是属于我们讲的妈妈 阿姨级的人 他们的学习能力真的是比较低 但是他们还是把五线谱吃下来了 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想要唱诗歌 想要把诗歌唱好 想要把好的东西献给神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即便他们五六十岁了 要开始慢慢才从零开始去学豆芽菜 但是他们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 我们把最基础的东西就扎根打好 那他们也愿意花时间 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讲 学五线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 但他们说没关系 那我们就把它学好 所以有些人就真的硬生生的 把那五线谱吃下来 现在这群阿姨妈妈们 真的让我非常非常佩服 他们很愿意去学 对不起 也有弟兄啦 我这样讲的 把弟兄赶到一边去了 也有弟兄 虽然比较少 对 但是我要讲的是 那个年龄层是已经 我们讲起来就是 他学习率已经是比较 比较慢的那个年龄层 但是他还是愿意为了神 愿意为了服侍 去把这个东西学下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 让我很钦佩的一件事情 对 那提到就是 当他们有人去教的时候 他们就是真的会愿意去学 所以当开始 比如说有个老师去教 那他们愿意学 那对于整个教会的敬拜环境 那当然相对就是 一定会是提升的 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 我们在最近以来 我们在谈这个教会 圣诗班啦 或传统圣乐 那以前我们拿诗歌本起来 都是五线铺嘛 对不对 我们以前的年代 就是拿诗歌本唱诗歌 那都是五线铺 那我们就发现说 很多人现在就给我们这种理由 说 哎呀 现在的人就没有时间啦 学这个学那个 可是你刚刚给我们的例证就是 当你肯看重一件事情 你觉得它是重要的 你觉得它是荣耀神的 你觉得它是服侍神的 你就会甘心乐意去做它 对不对 那欧洲华人教会 因为你刚刚提到 有年龄性别这样子 那不晓得就是说 像你现在的教会 主要这些诗班的成员 他们的年龄层是 年轻人比较多 还是说是年长的比较多呢 其实都有 然后其实最主要是要看 每个教会它的生态 就是它年龄的分布 对 那我自己带的这个武塞拉堂 是属于年龄层比较低的 大概平均年龄 大概25岁左右 那当然有刚才我刚才提到的 比较年长的诗班 所以其实都是会有的 哦是 所以你的教会有就一个诗班而已吧 还是有两个不同年龄层的诗班 我所在的武塞拉教会 它其实有很多诗班 但是我带的只有一个 他们也有长青诗班 那他们不是我带 就是年龄比较长的那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诗班 就是年龄会比较长的 那年龄比较长的 他们就是还是持续着 以前的那种 带领诗歌的方式 跟唱诗的方式做精拜 那我觉得 这样也蛮不错的 就是教会有不同的 诗班的展现 那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叫恩全诗班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大概都是阿姨叔叔伯伯伯级的 但是他们都是用背的 他们每首诗歌都用背的 虽然唱的是 你耳朵可以想 就是阿姨的那种声音 虽然我们讲难听也是不好听 但是他们的特色就是 我每首诗歌 我每首现唱诗歌都是用背的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 而且他们有心 他们也是很认真 想要去把他们 自己最美好的歌声献给神 所以听起来欧洲华人教会 真的还是很传统 比较属于我们说 好像听起来我们现在的人会觉得 是不是比较保守 你们是不是这样 有宣招 然后有祷告 然后诗班献诗 然后所以会众唱诗 那整体而言现在的这个会众唱诗 就是都是传统圣诗 还是有现代的诗歌 还有就是教会有乐团吗 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主要都是有传统圣诗 也有现代诗歌 还是诗班献诗之外的 通通都是唱现代诗歌 都有 有传统的 有现代的 都有 所以也是跟我们现在 有些教会一样了 但是至少没有说 全部都是那种现代的 年轻人的快歌 就是两种歌都有 那教会有乐团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 年轻人大概 比较喜欢参加乐团 那早期这些 中国家庭移民到 欧洲 那他们其实自己本身 光来打拼嘛 那自己也没有机会学音乐 那你们 现在的欧洲第二代的华人 会不会比较有机会 学音乐 而且学乐器 学乐器 对不对 花钱让孩子去学一些乐器 那是不是相对的 教会有更多的乐手 还有乐团的组成 目前欧洲的情况是怎么样 您刚才提到真的是很对 就是现在第一代的父母 他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就会比较是为生活打平 所以他就会很容易去赚钱 然后慢慢慢慢到 第一点五代第二代的时候 爸爸妈妈们就会愿意 我想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就会愿意花钱 然后让小朋友去学乐器 所以这样相对的在 教会的音乐事奉环境来讲 是慢慢在做增长的 所以也开始慢慢有乐团的成立 因为有会弹乐器的人了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个第一代的父母们 愿意让第二代的开始学一些乐器 那我也就想到 就是像这些父母让孩子们学乐器 那他们是开始重视 注意到让孩子学乐器 可以来服事神 还是因为有钱了 就让孩子学乐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我们在北美 有些华人 韩国人 印度人 他们的父母让孩子学乐器 经常都是希望他们要 可以去比赛拿第一名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学校的 管弦乐团抢首席 这样子 有些我也不能说所有人 有些人就会这样子 那最后其实 常常很可惜 其实学了这么多的乐器 其实好像也没有看到 他们回来 使用在教会上 不晓得 像欧洲刚开始 这些父母 开始这样重视第二代 那他们怎么看孩子学乐器 学这些音乐 就我看到的 就是我有侍奉的一些 华人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 当他们 可能第一代赚了钱之后 然后之后他们送小朋友去学 就送他们小朋友去学乐器之后 他们对我一个心智 是我觉得看了也会觉得蛮感动 像说 我送小朋友去学乐器 我就是将来 希望他可以用在教会 不管去学小提琴 或者是钢琴 或是什么其他的乐器 他们就有一个心智 这个就是将来要给神用的 就是要在教会让小朋友侍奉 但是这个 也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当小朋友年纪还很轻的时候 就在人前侍奉 那会造成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小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些虚荣心出来 所以这也是要很小心的 要处理的部分 是 其实将来服侍神 不一定要现在这么小就开始服侍 那或者说是怎么样带领这些孩子 其实他们在服侍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说 你是一个器皿 让孩子就建立那种器皿观念 就让他知道说 你是神用的器皿 那重点是神 让他知道说 神才是这个整个音乐敬拜的中心 所以你是不是也会尽量 也帮助父母知道 也帮助孩子知道 我可能父母那个部分 要够不上 那如果孩子的话 你就会跟他们说 我自己有带一个 对 我还是成立了一个叫做 那个儿童师班 然后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带领师班的方式 然后把服侍的概念引导他们 然后带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在人前服侍 我们在台上侍奉 我们的重点跟焦点就只有神 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神 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恩赐 那我也希望慢慢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影响到下一代 比我们年轻的那一辈 是 这些真的都是要去慢慢建立起来 让弟兄姐妹 让父母 小孩子知道 那父母也可能会跟着受影响 这样子 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嘛 就是说 因为乐团的音乐演奏方式 或音乐团首主领的音乐敬拜方式 然后就是有主唱啦 然后有些赔唱 其实照理来说 那个赔唱应该唱分布嘛 这样子 然后也有这个乐手在上面 那你们现在教会有诗班 那不晓得 就是在欧洲华人教会 会不会就是说 你现在带着诗班成员 年轻人会比较被乐团敬拜的方式所吸引 他们会 你的诗班 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的诗班 会不会渐渐流失 他们比较想要去参加乐团的敬拜 不晓得欧洲教会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我自己在教会当中看到的情况后 我们讲说大概十多岁的青少年 当他要选择是要参加诗班的侍奉 或是参加乐团侍奉的话 他们多半都会倾向于乐团 那我自己看到的是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们 或是弟弟妹妹们 他们会选择乐团 这也是我自己曾经有过的对话 然后他会觉得说 其实参加乐团会比较简单 就是这样的试奉比较简单 当然我只要唱 就唱同声部就好了 对 但我若参加诗班的话 我还要分部 然后我还要花时间练习 然后又这么多人 不是那么容易会被看见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 是真的比较会 他们参加乐团的意愿 是会真的比较高 所以现在也会有这个现象 就欧洲的这些年轻人 十几二十岁的 可能他们也会开始 因为我觉得现在 敬拜赞美的诗歌 有些歌词 我们要多去注意一下神学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的表现方式 有一点像音乐会 像有一个 像一个乐团主唱一样 好像一个band 对不对 乐团主唱 那就会好像很明显 比较会被看到 这样的一个焦点 那年轻人其实 就会受这种引诱 所以看起来 好像这个欧洲教会的 欧洲华人教会 也在步向我们 我们美国这些教会 其实亚洲也差不多 就是开始以乐团为主的 这种带领敬拜 那这种敬拜之下 就会让年轻人误以为 我应该在台上 被看见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惜 因为诗班的带领 献诗或者带领 会众唱诗 我们可以看得到 诗班只会是背对大家的 对不对 然后诗班整体 不管你分几步 你最终唱出来 应该是一个 和一和谐的声音 没有人会在诗班里 突出一个人的声音 一定是整体和谐 那这种所示范的 然后去高举的 让人家知道 那个焦点是神 不是我 焦点是神 敬拜的焦点应该是神 不是台上那个谁在带 谁在唱 谁在弹 那我们看到诗班的指挥 都是背对着 有时候我觉得诗班 只会下去 我还没看清楚 他的脸这样子 那这样的敬拜方式 其实是在教导我们 其实诗班的整体的敬拜 是让我们合为一的 然后你其实 你在台上 不应该突出你自己 那任何的敬拜 应该是这样 应该以神为中心 那不晓得你自己 像你现在在带他们 你还带了五个诗班 那而且你还主要是带年轻人 你能不能 你是不是有在诗班当中 带领他们去注意到 敬拜的焦点是神 带领他们注意到 怎么样子在生命上面 更看重的是 服侍的是神 不是我在上面唱 我在上面谈这样子 因为这个对年轻人应该是 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子在那里 因为你现在面对这种 有些人在诗班 那不知道是不是他选择 他就宁可选择到乐团去了 这样子 你现在怎么 你怎么去做他 怎么让他们看见诗班的侍奉 或者对于音乐侍奉上 更要以神为中心 我曾经看过 有一些指挥 他们指挥完之后 就是诗班献完诗之后 他会转身面向会众 然后跟会众敬个礼 然后大家拍他的手 然后诗班再下台 然后我们一般都不会这样去做 所以当弟兄姐妹们看到 有不一样指挥的呈现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就会去思考 到底什么样的方式 是比较合神心意的 对 那我自己在教导诗班的时候 我一定会先从 那个上台下台 这些礼仪的动作 然后你的态度 你的表情 你在现实的时候 你当专注在什么地方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你上台现实 你只有两个地方可以看 一个就是看谱 一个就是看我 那我不晓得 那个小话姐 我常常有时候 不小心会看到 有些诗班班员 他们一上台的时候 眼睛就开始飘 就开始瞄 看下面是不是有他认识的人 或是怎么样 我们以前临难的不会 我们的好的诗班的成员 都很专心 很认真这样 对 有些人是 对 那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等我们现实服饰下 就是服饰结束之后下台 对 我一定会 就是会跟他们讲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 然后所以在我们 诗班指挥在代理诗班的时候 当然就不是 不是只有诗歌上面的一些教导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 我们的服饰的态度 要让班员知道 我们上台不是表演 虽然我们站在人前 他真的有表演的意味存在 这是我一个指挥哥哥跟我提的 对 但是 但是我们的心态 一定就是针对 针对神 我们脑袋里头能够想的 就是敬拜 敬拜神 上去就是把所有东西献给神 然后结束了下台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 当指挥的时候 是必须要教导他们的 是 所以我一直认为 诗班是教会 对敬拜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很可惜 都没有在美国的教会 我看台湾教会大概也差不多 大教会才有 小教会大概 事班都已经快要没有了 这样子 那你自己 你在带领他们重视 你自己在带领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是不是在生命上面 也会带领这些年轻人这样子 比如说你会告诉他们 当然除了你带他们看五线铺 带他们音要唱准 那你是不是也要求 他们一定要受洗 才能上台去敬拜 那你自己平常在带领他们的时候 是不是也顺便会在生命上面 属灵上面 给他们一些好的带领 我当初去带诗班的时候 我想说应该就是带诗班 唱诗歌就可以了 是 后来当我开始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我才发现 其实不是只有带领这些 所谓的服饰技巧而已 其实在生命上的 我们讲说生命的分享 或者是说灵命上面的一些 精神造就 也是要帮助他们 因为我发现这些年轻的 弟弟妹妹们 他们可能有时候对于服饰 是什么 他们都还搞不清楚 他们就开始服饰了 所以当我开始在他们当中 住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这些东西 也是我们只会需要去 协助他们 帮助他们 所以我觉得在诗班的释放当中 当然不是只有服饰技巧 还有所谓的 灵命的一些协助跟晋升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 其实能够参加诗班 是很大的福气 我觉得教会有诗班 能唱诗歌 是很大的浮浅开心的事情 这样子 那我想知道就是 你对于 因为欧洲教会还重视诗班 他们会不会 其实还有很多 像你一个人嘛 最多只能去五千教会 但会不会有 其他教会也会问你说 有没有可以介绍 来我们欧洲 当诗班指挥的 有没有人这样问你 有没有这种职业呼求需求 其实一直有需求 所以欧华会成立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觉得需要传道人 就是自己的传道人出来 那他们也觉得是需要有一些 好的师班指挥去带领他们 其实他们也知道一件事情 很困难 因为有一个人 他必须要放下他的本地 就离开了本地 本住本家 然后愿意到他们当中去住下来 这样的人其实 到目前来讲 还没有很多人 但他们也会问我 但是我也知道说 就现实环境 真的愿意这样 就是他觉得 他要做这样事工的人 目前来讲 还没有很多 你觉得你自己会在欧洲 这样的侍奉 会一直待下去吗 这其实也是 我一直问自己的 我从第一年去的时候 就开始问自己 或者问神 我到底要待多久 我不知道 那我跟神的祷告就只有一个 就是当欧洲华人教会 不需要我的时候 那我就是达到恢复 那我跟那边的弟弟妹们分享 他们说 小姨姐不可能的 我们永远会需要你 这样的侍奉 是一定会一直存在需要的 哇好感动哦 我们多么想听到 我们在这边的教会 可以对一个师班指挥说 我们永远需要你继续带领我们 这是真的是很特别很不一样 可是一定也很激励 我们其他的教会 会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 有更多更美的师班的侍奉 也有像你这样子的特别的经历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可是也很激励我们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心愿耶 其实我很想要带 我认为所有的宣教士 其实应该都要有一点基础的音乐训练 然后他就算他自己一个人到那里去 他都可以想办法尽量带得起来 一点音乐敬拜 虽然不一定能够带整个师班 分布现场这样子 不过听起来 欧洲教会还是蛮重视 那过去十年下来 那你觉得慢慢慢慢有没有在 像年轻人又就有一些人 开始想要去乐团啦 试班还要练分布啊 很辛苦啊 可能这种生意出来 你觉得未来欧洲教会 会像我们美国或者美洲 或者这个亚洲 就是师班就欧洲这里 会不会也慢慢的视为 我知道你不在乎你的工作 因为你的工作是神带领你的 可是我觉得你很蒙福 因为这么爱师班 为了师班去受洗 然后这一辈子就埋在师班里面的 教导跟服事 真的很美的一个见证 这也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原因 那你对于教会师班 这个答案真的是肯定的 那我先回应一下小花姐讲 我也觉得我自己很蒙福的人 就是被神拣选去做这样的一个 很荣耀的一个事工 那我也期望 现在的欧洲华人教会 目前对师班的重视 算是还蛮重视的 虽然乐团跟师班是并存的 但是大家对于师班的存在 它的必要性还是很重视 我希望我真的也很期望 会慢慢的真的就示威了 但是看到目前整个的教会的环境 也会开始真的发现 教会是欧洲华人教会的师班 是慢慢在示威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的 年轻人他要选择参加师班 或参加乐团的时候 他会比较倾向于参加乐团 那当我们的下一代 没有办法承接上来的时候 那当然就有可能是 教会的师班就会示威 那我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 其实我觉得我不希望我们的听众 有这种错误的想法 以为说我们这些很支持师班的人 就是那种古老派或保守派的 因为事实上师班的现实本身 带着一种合一的带领 会众群体的现实 那不是说乐团就一定不好 像大卫所带领那个 也有一个乐团 他们有个像marching band一样 对不对 他们去迎乐会的时候 那事实上来讲 不是不能有乐手的 乐手的也应该 可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整体 一起去荣耀敬拜神的 那我们不希望让年轻人以为说 我们都要在这个敬拜当中 去突出我们个人服事的角色 服事的位分 而是能够让人家看到 我们是一起 甚至于对好别人不记得我的脸 我下台以后 没有人记得我长什么样子 那是最好的这样子 那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能够在我们小鱼老师 还有更多小鱼老师 可以这样带领之下 很多的人愿意来参与师班 学习师班 就像你说的 不管他五六十岁 他士谱对他是很难的 可是还是愿意学 所以牧章有重视的心 会有有愿意学习的心 绝对没有那个不可能的东西 对吧 小鱼的十年经验 十一年经验 给我们很大的盼望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呼吁所有的教会 师班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即使在旧约时代到新约 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现实 一直都是 特别是当然我们知道 在旧约时代有这样的一个师班现实 那会中的唱诗的能力 其实在初代教会也一样是受到重视的 那大家会喜悦来唱诗歌赞美神 我觉得这些部分很宝贵 很希望小鱼还有更多机会跟我们聊 小鱼如果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再请你上节目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谢谢 是是继续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教会 尤其是在欧洲 我们可能都很陌生 可是我们今天听起来 我们觉得很开心 很有盼望 我们希望跟所有欧洲教会的朋友打招呼 我们多么羡慕你们有师班 我们希望你们继续维持下去 甚至换你们反过来影响我们 让我们羡慕你们有师班 跟师班的带领敬拜 我们也期望期望更多更多小鱼老师出现 谢谢小鱼老师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小鱼 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